看着这一桶桶蓝色的液体 这些都是从木蓝 等天然的蓝草植物 萃取出来的原料 杨老师跟我们说 这一些叫做蓝电 而蓝电就是构成蓝染的主要颜色 为什么从一位退休老师 变身为蓝电制造师呢 他跟我们这样说 我在做蓝染之前 其实我是在学校教书的 我就是真的在小学当老师 那15年前 就是民国95年 我回到美农 想说找一个客家文化的东西来做 那蓝染这一块 因为我们客家蓝山的关系 所以蓝染其实 在我们小时候是印象很深的 可是呢 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时候 回来 等到我回来的时候 几乎美农都看不到 只有一些化学蓝蓝的布 来做的蓝山 那我们就想说 在一个因缘机会之下 了解到蓝染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想把它当作是一个客家文化东西 去把它富裕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 终于把这个蓝染的 从种植一直到做出蓝料 做出自己的蓝料呢 就把古代人的方法 把它找回来 看着老师寻师的这一片作物 其实这一些都是制作蓝染的植物 我们赶紧请老师来介绍一下 这种植物吧 我们这个作物呢 叫做木蓝 木蓝需要很大的阳光 还有水分 目前这个大概种了95天左右 可以采收了 你看它准备后面开始要开花了 它可以做蓝料的 主要是这样的植物里面呢 它有一种成分叫做引堕酚干 是一种配糖体 那这种配糖体呢 它只要浸泡到水 浸泡到水以后 它就会分成引堕酚跟葡萄糖 那两个引堕酚的分子呢 它就可以结合成一个蓝电 那把蓝电沉淀下来就变蓝料了 天然的蓝料 来到制作蓝染的过程 这一位是牙牙老师 看着它把一块白色的毛巾 放进染缸里面 不断地来回搅拌 过不了一会儿 颜色马上就附着到上面了 看到客厅摆满的这些作品 全部都是出自于牙牙老师的双手哦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 这些作品竟然还有外销到日本去呢 那以日本来讲 他们会买我们东西 第一个就是植物不同 植物不同的话 它产生的色相 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色相不一样 我们玩完蓝蓝的 都会去找出不同的 不同的蓝蓝的那种作品出来 所以说因为它植物不同 它里面的成分都不一样 那其实喜好度是 第一个 我们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 第二个 我们的水准够让他们欣赏 从早期的蓝山 一直到发展这么多的商品 杨老师对于美浓蓝染的下一步 有没有着什么样的期许呢 客家蓝山也许已经消失了 所谓消失就是年轻人不喜欢嘛 可是有没有发现 全世界在穿牛仔裤的 牛仔衣的 这种蓝 它根本就没有消失 而且越来越多 那它的市场 全世界市场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说有一天 这些东西有10% 20%慢慢的 它环保的因素 大家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永续经营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它未来的整个商机是非常大的 现在目前是少中市场 但是透过我们的规划 那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往这边方面去找 就是跟我们以前天蓝蓝一样 天蓝蓝被化学蓝取代 经过了一代人将近30年 那我们相信这个富裕也不是一天两天 因为要整个把人的观念 把整个社会的消费形态 把它转回来 也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听完了杨老师的介绍 有没有对蓝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下一次来到美农 记得来找杨老师以及牙牙老师 顺道亲手制作一件 属于你自己专属的蓝蓝作品吧